大家好,我是小莉 孩子再加上网课,早午饭就成了大问题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款简单营养的拌饭做法 满足孩子的需要 这是需要准备的材料 鸡蛋 酸末 和几片午餐肉 在平底锅中放入少许的植物油 把鸡蛋打入锅中 再放入午餐肉,稍稍地煎一下 鸡蛋的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加一倒两个都可以 午餐肉和鸡蛋同样都是 煎到一面定型,上色了以后翻过来,再煎另一面 午餐肉煎到两边都上色了 然后盛出备用 接下来我们调一下料汁 用锅中烧热的植物油将蒜末炸香 然后加入大约两小勺的生抽 一点点蚝油 加入一小勺的白糖 调匀 这样我们的料汁就制作好了 我们在碗中盛入半碗米饭 依次地加入鸡蛋 煎好的午餐肉 再加入两勺拌饭海苔 最后淋上我们调好的料汁 我们这道简单营养又非常美味的拌饭就做好了 这款拌饭的做法很是简单方便 既有肉有蛋 又可以满足我们的味蕾 家里有学生或者是上班族的朋友 可以收藏了 动手试一下 我是小丽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明天见